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集团的竞争实力 打法鲜明 个性突出 先说说欧洲女王马林 典型的进攻驱动型 力量驱动型球员 势如破竹的沙球 是其纵横雨林的核心资本 这里师兄把沙球这一技术 上升到球路组合来探讨 从沙球发展的球路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组合沙上网加错 我们来看案例一 第一局12比13 澳元发后场开局 马林见高下压 沙上网戳 接着二沙得分 这既是一个通过沙球向前发展出控网的组合 也是一个通过控网向后发展出下压的组合 注意看看一沙和二沙的区别 区别一 发力不同 一沙澳元的发球很到位 马林没有发全力 甚至都没有起跳 半发力下压 接着快收重心上网 抢高点戳球 二沙 来球不是很到位 马林起跳转体 全力中沙 区别二 弱点追求不同 一沙虽然重 但弱点比较边 二沙 全力中沙 弱点不追求边线 更像是近身球 我们再来看一个类似的案例 第一局8比11 一开局 马林高加推 连续控制澳元头底 接着当远网抓推突击 形成沙加戳 澳元回戳失误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在沙加戳这个组合里 沙球有时候只是引着 而不是结果 提升往前的质量 同样能给对手制造压力 甚至得分 第二种组合 沙上网推 按理二 第一局4比3 马林反拍发小球开局 接着抓推下压 形成沙上网加推压得分 马林是旅端中很喜欢 用反拍发球的球员 反拍发小球的 第一注意力分配 就是抓推 尤其是直线一侧 马林的这个启动 也值得揣摩 发球前 左脚在前 左脚是左手持拍球员 蹬转的主力脚 果然判断出来球方向后 马林快速蹬转左脚 完成转体 接着垫了一小步 不等左脚落地 直接在空中完成南杀 再然后 左脚向前转 跟进收重心 加蹬跨步 完成上网击球 我们再来看一个类似案例 第二局14比19 揭发球 马林直接下压 刹上网铺 对角得分 在师兄的分类里 铺和推 可以合并处理 看作类似的方式 推是相对低点的铺 铺是相对高点的推 马林属于性质极 脚不快的球员 所以经常能打出 沙加铺的组合 这个案例中 马林刹完球 落地完成转身 加跟进收重心 加蹬跨步 上网击球 一气合成 第三种组合 刹上网 勾球 案例3 第二局0比0 一开局 马林见高下压 刹上网 勾球得奔 这是一个头顶突击对角的线路 马林刹完球 转身 完成落地 加跟进收重心 加前交叉步上网 完成击球 对比直线上网的步伐组合 斜线的处理上有两点不同 一是跟进的距离很大 二是收完重心后 使用了前交叉完成最后的上网动作 再看手法 因为击球点没有抢到铺球那么高的位置 但也不算低点 马林有点假推真勾的意思 想起来没 这很像私密弹姐姐那一集高点立拍勾球的技术示范 第四种杀伤王组合 细心的球友可能会较劲 师兄还忽略了一种情况 撒加挑 这确实是第四种杀伤王组合的方式 但站在马林的角度 这不属于进攻组合套路 因为挑球已经把下压拳交还给了对手 更像是从攻到防的转折点 一个多拍回合中可能存在多个杀伤王组合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综合运用的案例 案例是 第一局7比9 一开局 马林提速杀球加戳 接着二杀上网 杀加推 奥远过度往前 马林回勾斗王 再拉开 奥远抛高 马林三杀解决战斗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攻守回合 马林攻了三轮 奥远分了三轮 一杀下压控王 二杀下压拉开 二杀下压拉开 三杀边线空挡得分 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三轮杀球的细微差别 一杀 来球比较到位 马林人也比较到位 八成力量重杀 二杀 来球到位 马林后退略慢 降速降点 五成力轻杀连贯 三杀 来球不太到位 马林起跳拦截 九成力点杀 杀完还不忘上网连贯 马林是一个性格与打法完美匹配的球员 火爆人打火爆球 银鞍照白马 煞踏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流行 马林的这种气势 这种犀利的进攻 是他最大的优势和特点 但也隐藏了一个小小的风险 就是这套打法属于名牌 有点硬上的意思 怎么打对手都知道不需要太费劳 就看对手身体能不能跟上 接下来谈谈奥远希望的应对 面对杀加戳放 奥远主要是两个选择 斗网回挫 和抢推抢挑 两个选择其核心目的 都是让马林不能连贯提树 不能保持下压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第一局17比18 这个回合是第一局尾段的比拼 奥远明显加强了往前的争斗 比赛已从单纯的接杀防守 变成了互有攻防 互有拉开 奥远最后丢分 也不是防守跟不住 而是相持中自己的回球失误 面对杀加推扑 奥远主要是两种选择 回顶 和控网 两个选择 其核心目的同样是想打断 马林向前连贯的节奏 降低防守中的压迫感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第一局13比14 这个回合 马林打出了四轮杀上网 冲击奥远 奥远都一一化解 一杀加推 奥远过度往前加拉开 二杀加推 奥远转对角摆脱 三杀四杀 最为惊险 马林连续杀加推 限制奥远反派和投顶 奥远则展示出优秀的 防守和挣扎能力 冰来降胆 水来吐咽 深深熬到了马林自己降速失误 面对杀加勾 奥远整体上处理的比较被动 要么跟不住 要么只能被动摆脱 套路是好套路 问题是杀加勾 对往前技术要求比较高 马林往前技术还算不错 但达不到随心所欲的程度 勾球相对容易失误 还是以戳推为主 总结马林就是一个喜爱拼速度的选手 从结局来看 这场比赛奥远赢了球 但不能说明速度的比拼上 奥远比马林快 只能说明奥远能跟上马林的加速 一旦跟上形成对抗 马林在高速中 自己过多的主动失误 是丢掉比赛的一大原因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希望对喜欢女单的球友有所启发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你能从马林或者奥远身上 学到什么对自己有用的东西